今日,演员柳妍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照片,分享了她参加第二十三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闭幕红彩的造型,立即吸引了大家的关注。 照片中,柳妍一席深色抹胸长裙敬业的亮相,大秀自己傲人的事业线,贴身的设计也将她娇好的身材曲线完美展示出来。 十足的女神气质,本届釜山电影节的闭幕影片是叶文外传,张片志,柳妍正是这部电影的女主角。 闭幕闪音上,柳妍也是与剧组的主创们一起亮相,与在场的影迷们交流这部电影。 叶文系列大家都比较熟悉,正专由真子丹,熊大猎主演,而外传的主角则换成了张剑和柳妍。 在电影中,柳妍一身旗袍经验亮相,展现出了那个时期,灯红酒绿,的香港的东方女性气质。 当然,出演叶文系列的女主角,永春归来,柳妍可不只是扮演一个花瓶。 在云和平指导的电影里,女性角色也要能打,据悉,电影中柳妍扮演的角色,为了救自己的好姐妹朱秀娜,也是施展了一番拳脚功夫,十分的潇洒帅气。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了。